好 鑽石公主號大家都還記得 但是現在有另一艘公主號郵輪 同樣的也淪陷了 就是這一艘正在開往佛羅里達州 羅德代保的珊瑚公主號 已經驚船有十二個人確診 乘客也已經被要求在艙房裡頭 自我隔離 公主系列郵輪又有一艘被病毒衝擊 珊瑚公主號驚船船上有十二名乘客和船員 確診感染武漢肺炎 珊瑚公主號共有1898人 包括1020名乘客和878名船員 乘客已經被要求在艙房自我隔離 珊瑚公主號正開往佛羅里達州 勞德代保 估計在4月4號抵達 乘客有望在當地上岸 公主郵輪公司旗下的鑽石公主號 爆發群聚感染 高達712人確診 之後至尊公主號 紅寶石公主號也傳出了疫情 加上珊瑚公主號 也是該公司兩個月以來 第四起的郵輪染疫事件